哈喽,今天大胆的下一个标题 我会为你带来全网最详细最完整的 Lalabo这个品牌的品牌故事 还有它们是三款的香水测评 还有香气分享 如果你也是Lalabo这个品牌的爱好者 或者想要了解更多的话 就一定不要错过了 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这个频道的话 欢迎你,这是一个专注香水香氛蜡烛 所有与香气类产品有关的频道 如果你和我一样也是一个香气的爱好者 那就记得要订阅我的频道 并打开小铃铛 就不会错过我每周两次的更新了 好,今天这支影片呢 相信应该也是很多人期待的一个影片吧 绝对是我得到最多最多留言 想要看,想要我来分享的一支影片 那既然我答应了呢 今天就要好好的来填这个坑 好,那在分享香气之前呢 让我好好地给你分享一下 Lalabo这个品牌的一些品牌故事 还有他们整体给你的一个品牌形象吧 Lalabo呢,是一个在2006年 在纽约创立的一个独立的手工香水品牌 Lalabo的创始人呢 他认为市面上有非常非常多的香水 但里面却没有一些充满了灵魂的香气 因此让他决定创立Lalabo 这一点呢,也成为了Lalabo他们最主要 最核心的一个理念 就是要创造出有灵魂的香气 那Lalabo他们的背后创始人呢 其实是有两位 而且我看了他们的品牌资料以后 我才发现品牌能成功 真的不是侥幸 Lalabo的两位创始人呢 Eddy呢,他本身是在全球最大的香精品牌里面 做一个独立的调香师 然后再联手Fabrice 这一位在品牌营销 有着多年的工作经验的一位好朋友 一起创立了Lalabo这个品牌 Lalabo这个名字呢 其实是法语当中的the lab 也就是实验室的意思 所以Lalabo他们的中文译名呢 也变成了香水实验室 那在品牌创立的开出呢 其实Eddy他对自己的品牌 并没有多大的一个野心 我看到资料介绍啊 Eddy他在心里面 预计他的品牌 每天只要能卖出四瓶香水 他已经觉得非常的满足了 那Lalabo他们的品牌呢 也一直秉持着一个不会量产 不做广告 也会非常谨慎的做扩张的一个品牌的理念 比起市面上很多的品牌 愿意撒大钱去做广告 请代言或者创造一些三情的故事 Lalabo呢宁愿把他们的钱放在了香水的研制和生产上面 品牌的开出直到今天 每一瓶香水都是通过全手工人手制造的方式 如果你有缘去到他们的香水专卖店 还可以很好的体验到他们为你特制的 的一个香水瓶标的定制服务 这一点呢也成为了Lalabo他们品牌的一个非常大的噱头 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卖点 那除了他们这个全手工制造香水 和定制香水标的这个服务以外呢 Lalabo能得到那么那么多 无论是时尚也好 或者现在喜欢文艺的年轻人 一票又一票大量的粉丝追随 我感觉品牌的审美观 他们的哲学 还有他们这种日本的Wabi Sabi的这一种 嗯...算是有一点不完美的 偏向这种颓废的工业风 肯定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部分 不得不承认Lalabo的确把日式的这种Wabi Sabi的 感觉形象做得非常的到位 也是深深的吸引着我 如此成功的一个品牌营销 相信与当中的一位创始人 他多年以来的品牌营销经验 肯定也是脱不了关系 而Lalabo的成功呢 不单单只于大家对他的喜爱 品牌在2006年创立 5年之后的2011年 他们的Santel 33 谈香木的这一个香水 就得到了W杂志 还有各大的时尚杂志的报道 因此呢也成为了时尚的宠儿 于是在2014年的时候呢 还不到十年的时间 他们已经成功的吸引到了亚斯兰黛集团 把他们收购旗下 在亚斯兰黛集团收购了Lalabo以后呢 依然给着两位创始人无限的一个创作的自由 还有他们对品牌的控制 所以尽管Lalabo今天已经被大财团给收购 但我们依然能看到这个品牌背后浓浓的这一种小众 独立或者沙龙香品牌的影子在当中 希望他能坚持他自己的理念 不要纯粹因为金钱而再沦为了另一个烂大街的香水品牌吧 但不得不承认呢 在亚斯兰黛集团收购以后 对于品牌的实力 还有背后的支持 绝对绝对是有着超级大的帮助的 自从收购的行动以后呢 Lalabo也打开了全球的市场 那到今天呢 他已经在全球15个国家 27个城市有他们家的独立专卖店了 这也让我们大家呢 可以更轻易 更方便的尝试到他们家的香水 那品牌故事还有香水故事呢 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研究或者去了解的一个部分 但可能不是大家最最有兴趣的吧 所以呢 现在就直接进入来分享 我手上的这13款的Lalabo香水 13款香水呢 并不是他们品牌所有的香水 但我相信呢 这13款的香水应该能包括了 大部分吧 大家非常追捧的 或者大家会很有兴趣想要了解的香气 那我们直接开始吧 那Lalabo他们家的香水呢 大家都知道 是以一个香材的名称 再加上一个数字 构成的一个香水名称 但是呢 其实背后是有意义的 例如说 我手上的这个Rose 31号 说明呢 这瓶香水最主要的香材是 玫瑰 而再搭配上了另外31个香材 组成的这一瓶香水 首先第一个来聊到的 也就是我刚才提到的 他们家算是一个非常非常出名的香气 玫瑰31号 这一款2006年推出的玫瑰花香气香水呢 其实是Lalabo他们品牌 算是打响名号的一款香水 檀木33号之前呢 其实这一瓶是最先引起了很多时尚杂志啊 或者说这种香水的爱好者 注意到 关注到的一瓶香水 玫瑰31号呢 是一个非常不同寻常的玫瑰香水 我相信也是因为这一款 玫瑰31号的香水 奠定了Lalabo他们家中性风的一个形象 很多品牌想要走这种中性或者无性别的风格 但是往往他们的香水呢 让别人拿在手上 一闻到以后 就会不由自主地给他打上了一个性别的标签 玫瑰的花香气香水呢 传统意义上 总会让人觉得是一瓶女性化的香水 但这一瓶呢 却是非常适合男生去喷的玫瑰香水 它的中性特质非常的突出 它是一股前调开出有着浓浓的东方辛香料的 玫瑰花香气一直存在 但是却一直在背景当中 前调它是辛辣的 它是干燥的 它是耐人寻味的 中调开始除了闻到醉人的玫瑰花香气以外呢 你会开始闻到了大量的木质调香根草的气息 这一个香气给到我一个非常清晰的画面 这一颗玫瑰它像是在木头当中 挣扎顽强地挣脱了木头硬朗的外壳 生出来的玫瑰花 而在这一朵玫瑰的旁边还洒满了 挤满了东方的辛香料 这一股辛辣的 嗯 复杂的还有这一种让人放松的木头香 让这一管玫瑰花香气的香水的确是与众不同 而且会让你印象非常的深刻 好接着来说两瓶 我觉得大家容易会混搅到 或者感觉它们两瓶的相似度会很高 绝对想要我来比一比的两瓶 以橙花香气为主调的香水吧 而再说到这两瓶呢也可以说一下 因为我在这一次购买它们的这种香水的小样的时候呢 发现了 我发现呢 现在网上很多网站也好 eBay啊或者说Facebook 任何地方 它们在贩售的这一种Lalabo的小样啊 和我真的在官网上面订回来的小样 包装上面有一点不一样耶 我不能说它们卖的有问题 只是这一次我自己订回来的啊 包装全部都是这种的 它用这种牛皮纸啊 然后把香水小样放在里面 卷起来寄给我的 所以如果你收到是这样子的话呢 可能也不要太惊讶吧 好那我们先来聊到的是 Neoli 36号 如果你还不清楚 Neoli和Orange Blossom 它们之间的差异分别的话呢 请去参考我另一支影 里面会详细的给你区分它们 那Neoli 36号呢 也是橙花油36号这一支香水 Neoli 31号呢 又是一瓶非常中性的香水 甚至我觉得这一瓶会成为很多男生 他们的这种无脑香水 就是任何时间 任何时候 任何场合 任何季节 都可以随便拿出来喷 不会出错的一瓶香水 前调呢 是非常明确的一个 橙花油再加上橘子的气味 中调呢 是一个非常隐约的玫瑰 还有茉莉的组合 再加上泉 而泉的加入呢 让这一瓶的香水呢 它在橙花油的调和之下 成为了一块 我感觉是很洁净的 有柑橘气味的一个香调 这瓶香水的噪感呢 会随着你穿戴的时间越长 变得更明确 最后慢慢会成为一个干净的体香味 而这瓶香水呢 我感觉它不会出错 但是它的独特性并不存在 所以如果要我花那么多钱 去买这瓶香水呢 我个人是不太愿意啦 而且它的持香时间 也是相对比较短的 在我身上的话 我感觉三个小时 几乎已经是完全闻不到了 那另一瓶 它们的橙花 27号这瓶香水呢 虽然中文艺名也是叫橙花 但这个呢 才是Orange Blossom 也是我们真正意义上理解的 这种Orange Blossom橙花的香气 这一款的橙花呢 它的橙花香气呢 相比周莫隆 他们家的Orange Blossom 橙花的那一款香水 甜调要降低了非常的多 可能是因为当中添加了 大量的苦橙液吧 因此让这一个橙花的香水呢 当中多了非常多的绿叶 还有植物根茎的那一种气味 也因为苦橙液的加入啊 所以让这一款橙花的香气 它变得更中性 男女穿起来都绝对不会有任何的压力 如果你是非常喜欢苦橙液的香气 再加上一点柑橘调的衬底 花香调不是你最最期待 或者最喜欢的香调的话 那这款对你来说会相对比较讨好 那这一款橙花呢 要说独特性的话 我会觉得橙花27号 会比刚才橙花油36号呢 在独特性上面更胜一筹 但我不觉得它是一个非常讨好 或者说很值得你花大钱 去购买的一瓶香水的气味啦 我甚至觉得如果你是很喜欢 橙花Orange Blossom的香气的话 你不一定会喜欢这一款 因为它其实里面的橙花香气 是被苦橙液重重的压制住 所以我感觉苦橙液绿液掉 树木的根茎的这种气味 是比起橙花的气味 要明显和霸道非常多的 接下来呢就是它们的Jasmine17号 也就是茉莉花17号 茉莉花17号呢 我觉得是一个大众讨好度很高的一瓶香水 但依然呢会有着一种 沙龙香香水的特质在里面 它是一个木质花香调的香水 但是花香调比木质调来得更明确一些 当中包括了茉莉 橙花 橙花油 苦橙液 玫瑰 琥珀 檀香木 摄香 等等等等的 所以其实香材的组合还是蛮复杂的 但是这一瓶香水呢 它的三调变化完全不明显 也就是说这一瓶香水呢 它从头到尾 其实是一个非常线性 而且很稳定 很一致的一个香气的呈现 一直都是这一种粉粉的 充满了洁净感觉的一个茉莉花的香气 在有着一个很干净的 完全不老气的一个木质调作为秤底 我感觉这款香水非常适合 很文静 很斯文的 那种气质的男女生去穿戴 就是那种话不多啊 人群中他总会自己默默的 在那里思想放空 或想自己事情的人 很适合喷上的香水味 这里的茉莉也好 橙花也好 它里面的那种银朵的 腥臭味 完全不明确 但却有着白花香的那一种清冷的感觉 其实还是挺不错的 接着就来聊到 Lalabo当中我自己非常喜爱的一瓶香水了 就是他们家的香柠檬22号这一瓶香水 香柠檬22号呢 这瓶香水的争议还蛮多的 就是很多人呢会觉得他的香气并没有很特别 绝对不值这个钱 但是往往在很多Lalabo的香气票选当中 或者他们的销量上面来说 这一瓶始终居于高位 绝对是前五甚至是前三名的一个存在 性价比不高这一点呢 我百分之一千的赞同 Lalabo这个品牌我心中的优缺点呢 我会在今天的影片最后来做总结 但问题来了 如果你找到了一瓶所谓性价比很高的香水 但它却不是一瓶你喜欢 你会每天再喷的香水 那在我来说还是没有意义的 所以香柠檬22号呢 的确它性价比很低 但我却非常喜欢 也是我手上的Lalabo香水当中 我喷的几率最高 喷的最多的一瓶 香柠檬22号呢 它其实是一个 还真的闻上去蛮简单的一个香气 Bergamon这一个词汇呢 多年来呢 都被大家误翻译成了佛手干 但其实呢 它是香柠檬 佛手干和香柠檬呢 还是有着非常巨大的差异的 如果你没有兴趣了解的话呢 我会另外拍一支影片来分享到 而这一瓶里面呢 真的就是一个完完全全 很明确的香柠檬的香气 这个香柠檬呢 它的酸色感非常的低 甚至我觉得它是有一点点像晒干的橘子皮 或者说橙皮的感觉 但是这种被太阳干燥过的果皮的香气 却是让人觉得更耐闻 而且在身上它的停留时间可以更久的 除了香柠檬以外呢 里面还有橙花葡萄柚 雪松色香的加入 这里面呢 也有苦橙叶 所以呢 里面还是有着一丝绿叶掉在当中 但这个绿叶掉呢 我就觉得非常恰到好处 尽管你不是喜欢一个绿色掉香水 或者绿叶掉香水的人 这一瓶的绿液 都会让你觉得非常的恰意舒适 我喜欢喷上它以后啊 这一种被干燥过的果皮香 这一种淡淡甜甜的葡萄柚的香气 再加上干净的雪松 舒服的涉香气 整体会像凝造了一个非常干净舒适的 bubble在我的身边 我走到哪里都一直跟随着我 我感觉它非常好的诠释了所谓的中茸之道 柑橘调不会过分的锐利 酸色 花香调又不会过分的强大 让人容易晕香 木质调呢 又是如此的恰到好处 隐隐的在香气的背后 整体来说就是一瓶一年四季 无论任何时间 都可以轻易穿戴 很讨好 很让人舒服 又完全不会打扰到别人的香气 好接着呢 就来聊到这一瓶 我最新入手的Lalabo 他们家的香水 Embret Nye 就是黄葵九号这瓶香水 黄葵九号呢 是一瓶 非常独特存在的香水 我在贡物分享的影片当中 也分享到 在我去他们的香水柜 试香水的时候啊 在你闻过一堆的香水之后 尤其是一些比较浓重的 比较重口的香水之后 你闻到这一瓶黄葵九号 你会觉得它就是一股清泉 就好像是你吃高级餐厅 中间会给你送上的一道 这种葡萄柚的冰沙的感觉 让你整个人啊 还有你的嗅觉都会重生 黄葵九号呢 是一个香材非常简单的香气 中间有琥珀 果香调 柠檬香调 黄葵 色香 还有泉 香水的开出 你可以闻到非常明确的一个 很讨好 很舒服的果香调 而这个果香调当中呢 我觉得最明确能提取到的 是蜜桃香 我在之前有看过一篇香水的报道吧 里面呢就有聊到说 很多人在追求少女的体香味 而那篇报道当中呢 就说到很多人在少女的体香当中 闻到的就是蜜桃香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这个调查到底有多么的 就是普遍性 或者说它的可信度 公信力有多么的高 但是呢 的的确确在很多很年轻的 或者比较标榜少女香的香水当中 都会添加了一味蜜桃香 但黄葵九号这一瓶里面的蜜桃香呢 它却是一股完全不会幼稚 完全不会化学的蜜桃香气 它只提取了蜜桃里面 让人愉悦的香气 我之前有聊过 我觉得这瓶香水啊 它给我的感觉就是一瓶蜜桃香的牛奶 再配上这种威化饼干的一个香气的组合 就是把这两个食物啊 放在我面前的话 我凑进去闻 就会闻到这瓶香水 它的前调和中调 它里面的那一种蜜桃的香气 里面的奶香气 还有那一种射香凝造出来的 像蜜桃皮上面那种短短的绒毛的那一种触感 再加上黄葵凝造出来的这一种 像是身体的体香味 组合在一起 真的会让人非常的上瘾 而我更喜欢的是在这一堆的蜜桃 奶香气 还有黄葵的香气之下 它还带着一丝凉凉的冰块的那一种舒适的感觉 这瓶香水呢 我自己买回来以后 已经喷过好几次了 非常喜欢它的香气 但是这一瓶香水 有着非常致命的缺点 就是它的扩香能力 还有流香能力都比较弱 要说到扩香能力呢 基本上只有伸手 一个手臂的距离 别人能闻到 这瓶香水呢 在我身上顶多顶多 也只能停留三小时 所以这一瓶啊 补喷是非常非常必要的 鸢尾花39号这瓶香水呢 是一个花香吸谱的香水 也是我觉得它们的系列当中 流香时间很不错的一瓶香水 前吊呢 会有一个轻微辛辣的气息 伴随着后面药杆明确的一个 广阔香加鸢尾根的出现 到后吊非常明确的一个鸢尾花 还有紫罗兰的一个滋粉味 这种粉粉的感觉 一直会延续到这款香气的消灭 这款香水的层次非常的丰富 它也让我想起了古典香水的气味 而且能让你在闻到这款香水 或者喷洒到这款香水之后 一点一点捕捉到香气里面的不同香材 享受着三调变化的一款香气 但是这款香水呢 我自己穿戴了一天以后 有一点点晕香 可能是我本身对紫罗兰或者鸢尾花 就是容易有晕香的倾向吧 所以这瓶香水呢 我觉得献给喜欢鸢尾花 喜欢古典香气 喜欢有滋粉味香气香水的人吧 好接着就来聊到 Lalabo他们家 非常非常热卖的一款香水 说的呢就是他们的 Another 13号这一款香水 这款翻译叫别样13号的香水呢 我感觉近几年的讨论度 真的非常非常的高 或者应该说是因为这几年吧 这瓶香水正式的开放给了 所有人去购买 以前的别样13号这瓶香水呢 只在法国Collab这一家的 买手店当中独家贩售的 别样13号呢 其实是一个 啊怎么说 非常特别 有点难形容的香水 也可以说是那一种啊 就是以龙岩香为主调 就是每个人喷上去 配合你自己自身的荷尔蒙 会演变出不同香水的 气味的那一种香水 那别样13号这瓶香水呢 其实它的开出 香水的整体来说 我觉得和 Julia Has a Gun 他们家的那个Not a Perfume 非香水 其实是非常非常像的 我相信是因为这两瓶香水当中 最最主要的香材 也是龙岩香 所以呢 他们的香气 结构也好 香气的呈现也好 真的非常的像 别样13号呢 它真的不是一瓶 你可以具体的 说出它像 大自然 或者生活当中 某一样东西的香气 最贴切去形容它的 也是很多人会拿来 形容龙咸香的 就是 它的气味会很像很像 新鲜的一个 木屑的味道 或者别人在削木屑 那个场景当中 你会闻到的气味 非常的明确 又或者 我可以把它形容成 一些很新鲜的 纸张的气味 嗯 对 就真的像是 很新鲜的纸张 或者很薄 又很新鲜的 木头香 那起初我会想说 既然它和 Julie Hashtagun的 飞香水那么的像 会不会我直接买 飞香水 就可以代替它呢 我发现 其实又不是 完全可以耶 因为这两瓶香水的 开出的确非常的像 但是别样13号呢 当你真正 喷洒到身上以后 随着时间的推移 结合你的体温 它里面的那种 隐隐的白花香 会慢慢的浮现出来 还伴随着一点点 这种离子的香气 就是这款香水 它的层次感 会更多一些 而这款香水的 持久力呢 也要比 Julie Hashtagun的 非香水 要厉害更多 兰拉伯的 别样13号呢 你闻上去会觉得 它是一个 非常清淡的香水 但是你绝对不能 喷过多 我试过有一天啊 就是喷了大概5下吧 就是起初的 那3个小时吧 我真的觉得 气味太浓烈了 所以其实它 貌似非常清淡 却是一管呢 扩香能力蛮强 而且呢 持香能力 完全不弱的一款香水 我以为这种香气 会很快消失掉 但其实呢 我穿戴它 在身上7个小时 还是可以 闻到皮肤上 有它的气味残留的 好 接着呢 就来说到 应该是 拉拉伯 他们最最出名的 一瓶香水了吧 拉拉伯的成功呢 和弹香木33号 肯定是脱不了关系的 而且我相信啊 很多很多人 第一次去到 拉拉伯 这一个香水柜的话 第一瓶会想尝试的 应该也是 弹香木33号 不管最后你喜不喜欢 你一定会有 这个好奇心吧 我也完全不例外 我记得我第一次 闻到的 拉拉伯的香气 也就是 弹香木33号 弹香木33号呢 是一个 完全会颠覆了 你对弹香木 香水的一个 认知的香水 如果你想要找一瓶 宗教感十足 弹香木的那一种安神 让你放松安心的感觉 很明确的 一款弹香木香水 那我觉得 拉拉伯他们家的 弹香木33号呢 会让你失望到 它完全不是这一挂的 我感觉这瓶香水啊 它的弹香木 你是能捕捉得到的 尤其是香水 喷到你身上以后 可能三个小时之后吧 里面弹香木的特质 会越来越明显 但起初我闻到的香气 大量的 其实是这种 皮革的气味 它的皮革香 像是那一种 非常新鲜的皮革香 很多人把这一股香气 形容成了一个 新的那种皮质的 沙发家具的气味 那我觉得这个皮革香呢 的确是有着那一种感觉在 但我觉得它又 比那一种呢 要更强烈一些 力量感要更大一些 就是它不但像是 新的皮质沙发 它更像是 皮质沙发 连同了那个木框架 连同了新鲜打的蜡 所有的一切 综合的一个气味 如果你是很喜欢这种皮革和木质调的 融合 那我觉得你会很喜欢这一瓶香水 而且它也是一瓶非常中性的香水 我感觉男生穿会很有魅力 女生穿呢 我也会觉得它是一个 就思想非常独立 很有想法的一个女生 这款香水呢 给了我一种貌似非常矛盾的存在 一面是这种野性 充满了这种动物皮革 感觉的一个皮质调 另一边呢 却是这一种 稍稍带有宗教感觉 然后干燥的木头香 一个是洞 一个是静 一边是这种崭新的 被插到发亮的 新盈的这种皮质家具 另一边呢 却是这种破旧的 成就的 古老的一个弹香气 但这两样东西结合之下呢 却产生了一股矛盾的美感 好 接下来要聊的是 他们在2013年推出的 这一个伊兰49号这一瓶香水 它和刚才的渊伟花那款香水的 某一些特征 有一点点像 它也是一股 让我觉得有着一定 这种古典香水的气味 但是渊伟花39号这一瓶呢 我感觉它是古典香水 而伊兰49号这一瓶呢 是一个怀旧卦的香水 伊兰49号呢 它自带一种复古的情怀 还有气质 我感觉如果你是喜欢复古卦打扮的 或者复古卦的家居装扮的女生 这一款香气完全符合你的气质啊 这里的伊兰伊兰花香气要比起枝子花更明确一些 但是呢枝子花的存在你是完全不能忽略掉的 中调到尾调呢会是橡木台广阔香这一种充满了大自然气息的一个清台 再加上湿润的涂养的气息 让这瓶香水的这一种做旧怀旧的感觉 变得更明显 这瓶香水的尾调我个人非常的喜欢 如果你是喜欢那种充满了药感的气味 或者说有一点宗教感觉的那一种檀香木安息香的气味 这个香水的尾调你会非常的享受 好接着呢就来说这一瓶 我觉得也是深受大家喜爱 包括我自己就是他们家的Noir29 黑茶29号这瓶香水 这一瓶呢能得到大家的喜爱 我真的完全不意外 因为这一瓶它的气味的确非常的讨好 我个人是觉得百文不厌的那一种啦 它也是我除了香柠檬22号 喷的最多的一瓶La La Bo的香水 黑茶29号呢 我觉得这一个茶香气 它是一个比较能符合到达到我们亚洲人对茶香的一个需求 或者期待的一个茶香气香水 虽然它这个茶香气就不是一种那么单纯的红茶 或者说普洱茶的那种香气 它的茶香气是那种干燥的茶叶 而且我觉得它这种干燥的黑茶叶也好 红茶叶也好 是有一点点就是介于发酵的那一种过程当中 里面充满了果普果香的一个发酵的气味 再加上干的黑茶红茶器 好像你自身于一个炒茶的工厂当中 有人在炒着新鲜的茶叶 有一些茶叶已经是制成了茶饼 有一些茶叶呢就在发酵的过程当中 空气泥漫着这一种水蒸气 还有茶香气的份子冲进你的鼻腔 当你转头看到窗户另一头可能是一个炙酒的工厂 里面酒糟的气味也隐隐的向你飘来 就是整个的画面情形都融入了这瓶香水当中 而这一罐香水呢上升以后 它的那个淡淡的杏浦的果香气 再加上月桂叶无花果的那种淡淡很轻微的奶香气 会慢慢的凸显出来 尾吊让我舒服的干净的雪松还有色香的气味 再搭配着香根槽 让这一款香水呢从头到尾每一分钟 它在身上的变化也好 它给到我的一个嗅觉感受也好 都是让我非常的享受 而且它是那一种你忍不住会一闻再闻 想要探索里面更多不同香气的一款香水 如果让我自己去推荐 最值得尝试的Lalabo香水 我感觉我会推荐这一款 好接下来这一瓶呢 就是它们在2018年推出的 叫做Tonker 25 林兰香豆25号这瓶香水 林兰香豆还有Vanina香草 两个这一种充满了奶气creamy的 一个甜气 再结合着橙花 还有干燥的木头香 它是一个轻微带有甜气的木质调香气 如果你是想要尝试木质调 或者你喜欢木质调的香气 但你会觉得市面上很多木质调都过于男性化 或者老气 甚至有一些是宗教感过分的强烈 那我觉得这一款呢是可以去闻闻看的 它的确给了你一个不一般的木质调香气的选择 而这里呢你会觉得里面的木头啊 每一根你扳开 它都会流出那种乳白色的汁液 是一款我觉得它闻上去看似非常的普通 但是呢你真的把它喷到身上以后 你会觉得它是一种可以给到别人温暖感 安全感的一个气味 蛮特别的一个香气 那今天最后一瓶要分享的香气呢 就是他们这一个叫做素果19号的香水 这一个呢也算是他们非常新的在2019年才推出的香水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象征的大自然的香气 我可以直接简单的说 它给我凝造到的就是一个大雨 暴雨过后树木土氧散发出来的气味 真的就是雨后你靠近大树 你凑近地下的土氧闻到的气味 里面有着一个不讨人厌的 至少不讨我厌的一个水声调 凝造了这种雨后水分的那种潮湿的感觉 添加了一味臭氧 也是因为这个臭氧的气味 会给到你这种雨后啊 空气中这种潮湿 带着粘稠感的一个感受 再来广阔香还有杜松子 凝造了这种土氧还有树干的气味 带着明确的药感 我甚至可以说 这个气味也让我想起了 像你回到了旧的房子 打开一些很旧很旧的抽屉 那个抽屉里面的那种 霉霉的木头气 对真的有那种感觉 这个很有记忆点 是那种咖啡色的黄黄的那种木头 你懂吗 就是你拉开那个抽屉 里面可能已经放了 你十年都没有碰过的 那种旧的书本啊 旧的那种纸张啊 或者一些你封存的 你不想别人知道的记忆啊 就是那个抽屉的味道 还夹杂着一点点 风油精的感觉 反正我觉得这一股香气 非常写实 这瓶香气我真的还是蛮喜欢的 说不定这瓶就是我下一瓶 想要入手的Lalabo香水了 好那影片的最后呢 就来总结一下 我自己使用那么久下来 使用过那么多Lalabo 他们家的香水的一些使用感受 或者我对这个品牌的一些想法吧 那我们先说优点 优点呢 是我觉得这个品牌呢 它的品牌形象 它凝造出来的一个哲学也好 审美观也好 真的深深的吸引了大家 也深深的吸引了我 所以每一次买到他们香水 收到他们香水 打开他们香水 使用到他们的香水 也是一种享受吧 第二个优点呢 就是我觉得他们家的香水 还是有着很独特的一个调香 或者气味的审美上面 还是一个非常小众和沙龙香的感觉的 就现在呀 大家会追捧这种所谓的小众沙龙香 主要当然还是冲着气味的独特性去的 所以如果花大钱 买了一个所谓的小众沙龙香 但是它的气味却很普通 你随意都可以在任何的香水柜上面买得到的话 你心里肯定会不平衡吧 所以我觉得他们家的香水呢 今天试到的这13瓶当中 我觉得大部分呢 还是有着非常明确的一个独特性在的 你不会轻易的在市面上其他的品牌 其他的香水当中 闻到香似的气味 那第三个优点呢 就是我觉得他们始终还是一个比较小众的沙龙香品牌 可能也是因为就是高昂的价格吧 所以他们家香水呢 我觉得穿戴起来 撞香的几率相对还是比较低的 虽然现在他们已经是非常非常受欢迎 入手他们家的人也越来越多 但相信比起就是大量的这种大品牌的推广 或者这种大量的购买渠道的话 购买他们家香水的人始终还算是比较小一部分吧 接着就来说缺点了 缺点呢 我觉得最最大的缺点 相信你们也听过很多次了 就是他们家的性价比真的很低 我知道小众沙龙香要比所谓的商业香 要卖的比较高单价 再来很多这种所谓的沙龙香品牌 他们需要标出高昂的价格 是因为里面用到一些非常珍贵的香材 例如说鸢尾花 例如说乌木 橙香 这一些非常高贵 非常稀有的香材 于是他们的香水要卖到高昂的价格 但这一点呢 其实在Lalabo这个香水品牌当中 是不太出现的 你可以发现 他们的香水当中 并没有哪一瓶是标榜 就是有着很珍贵的某一些香材 或者说某一个很贵的香材 含量非常高 导致到他们的香水 要卖出这么高的价格 所以综合这两方面来说 我觉得他们家性价比的确是低 所以如果你是冲着性价比 或者说性价比对你来说 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的话 那他们家呢 我感觉是满足不了你的要求啦 但性价比这个问题呢 我刚刚也稍稍提到了 就是你宁可买一瓶性价比很高 但是你并没有非常喜欢的香水呢 还是就好好的存钱 相比拥有十瓶香水 我就拥有一瓶 自己真的很喜欢每天会喷的香水 每天会好好享受的香水 似乎是来得更重要的 所以那到底要花多少钱去买一瓶香水 或者说一瓶香水到底值多少钱 那这个就要看你个人去决定了 好这个呢就是这一次给你分享到 Lalabo这个品牌的品牌故事 还有分享到他们13款香气的一个影片 不知道你又是不是Lalabo他们家的品牌粉丝呢 你用过他们家哪一瓶香水呢 哪一瓶是你很想要入手的 你用过以后的感受又是怎么样呢 希望你们都可以留言 告诉我们大家和我们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吧 希望你会喜欢今天的影片 喜欢的话记得给我一个赞 订阅并分享我的频道咯 那我们下一支影片再见 拜拜